2021的最後集穿股大舉積極作帳 2022的開始這兩族群迎接美好行情 掰掰慢走不送送舊一心不變的就是想要放你加息 大家好歡迎收看金牌BB我是千涵 我是品君 我是鐘哥 海谷已經越過山丘 但是我只感受到 屍不摸魚的哀愁 咔咔咔咔咔 兩位妹妹出來玩怎麼會點這個山丘呢 出來玩就是要點嗨歌嘛 點這個山丘 萬一投資朋友認為說越過山丘要跌跌不修該怎麼辦 對呀龍哥 行情正熱啊 投資朋友我們這邊跟你分享一個數據 這邊數據可以看到周K已經形成一個什麼 中多格局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K地址已經來到80了 就統計只要上來看的話 K地址來到80會形成一個高檔噸化 那高檔噸化後面還有一段掌勢 所以音樂行情仍然是非常值得我們去做期待 所以千萬不要被兩位妹給誤導 所以一山還有一山高囉 對沒錯一山還有一山高 高永遠還有更高 所以我們趕快來抽今天的今天的牌吧 好 那我來先抽 我要抽這一張 好來吧 黑桃K 黑桃K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集團股 最後一個禮拜的集團股作帳應該趁現在加把勁吧 但是集團股攤開來也不少 龍哥你覺得誰最帶勁啊 我們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邊過往都有炒股 也不能講炒股 過往都有作帳情形的一些個股 那我們可以看到焦家軍其實他們過往都有一個作帳行情 那今年是什麼 先從這8183的金星 在什麼3049的核心 那其實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在群組上面有跟大家提到 要去留意一下這焦家軍還有什麼聯家軍 那聯家軍今天3094的這連結 今天也是攻上掌勤版 那很多人跟這個人講說 總哥我都有跟到我都有賺到錢 所以投票這邊重點是 你一定要趕快加入我們的群組 龍哥的Telegram Fly 1768趕快加起來 那除了這個焦家軍跟聯家軍賺 紅家軍我們也可以期待 那另外什麼 這1402的遠東興亞東集團 其實他們過往還很喜歡做股票 那我們可以看到前幾年2903的圓百 其實他們走勢也是往上噴出一大段 那甚至我們可以看到近期的人帥集團 他們股價也是這樣有往上做的墊高 所以最後一個禮拜請大家要好好把握 那我們來抽第二張牌吧 來我抽一張 黑桃J 黑桃J我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第三代半導體 第三代半導體應用這麼廣 電動車元宇宙都會用到 可是他們早就搶很久 這塊肉到底能吃多久啊 兩位妹妹其實都聊到一個重點就是 股價來到這邊 或許投票你會買不下去 那我們直接給大家看一張圖表 其實目前股價其實還算在怎樣一個成長期 剛剛拉姐有提到電動車還有什麼高速運算 還有元宇宙 其實這碳化加跟碳化系呢 未來複合成長率是高達怎樣 高達20%到30%以上 甚至有人估算說未來的成長率有來到5到60% 所以他的成長態勢是非常明顯的 市場上會願意給他怎樣 比較高的本益比 那不幸的話你回過頭去看一下 我們在7月的時候跟大家聊到的車用電子 當時我們跟大家聊到3707的漢蕾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公司的獲利也才賺那幾毛錢而已 那股價卻是一路來到170-180 那原理上宋哥認為說 從現在到明年第三代半導體 都是大家要放在自選股的其中的一塊 那剩下就給你吵囉 小弟我本人 你不要搶我的slogan好嗎? 我這是有去註冊的 那黑桃Q是什麼呢? 黑桃Q我們要跟大家聊到是連接器 既然要送走2021迎接2022 就是要注意這種明年還是很美好的族群啊 中美貿易戰雖然逗個你死我國 但這也是轉單效應跟併購帶來的新氣象對吧? 沒錯,兩位妹妹都說得非常好 那中哥這邊跟大家補充一點 這邊因為伺服器還有什麼 還有車用電子帶動了產業升級 其實它股價也是會不斷的往上墊高 那投票你這邊不妨把這個過去 12月這邊的漲幅排行榜 你把它給拉出來 你會發現前幾名都是連接器的個股 所以連接器這邊已經有開始形成 一個這樣族群性的大行情 這種行情是我們最喜歡的 那同時你可以再去發現一下 這邊你可以看到有這連接器的個股 它們背後都怎樣?有發行可存在 那過去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有發行可存在的公司 背後都有標股的故事 比如說併購案 那併購案你可以看到 近期有蠻多家的連接器 有一些併購案的 那併購案營收灌進來 那獲利是不是跟著往上墊高 往上墊高 股價就是往上做一個噴出 原來像中哥這邊 跟平均借錢 跟拉姐借錢 我都不想還 那同樣的道理 公司也對 哥哥信用蠻好的 我都不想還 我都不想還 哥哥信用蠻好的 如果你們要跟中哥借錢的話 也是可以啦 就九出十三規 我們有沒有開玩笑 所以這邊要請大家去特別留下 連接器有發行可存在的標的 那龍哥也說一山還有一山高 千萬不能有山高 但是我想要股價標的超級高 所以志龍哥不能吃控化本了嗎 不要再閒聊了 這邊要跟大家分享一檔 也是連接器有發行這個可存在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可存在什麼 已經創新高了 那我們就統計資料上來看的話 當可存在創新高 代表什麼 現貨也會跟著往上漲 而且會有一大段的漲勢 所以這檔連接器個股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龍哥的Telegram Fly 1768趕快加起來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 訂閱加分享喔 金牌BB我們下次見 掰掰